第二百九十八集 画完眼睛之后 扎纸匠就注意到了纸人的嘴唇 那纸人嘴上涂的胭脂 早被自己搂得磨褪色了 于是扎纸匠就想着再一次的 给纸人的嘴唇涂上颜色 当他去找颜色的时候 偏偏就没有了那种颜色 看着纸人苍白的嘴唇 扎纸匠一咬牙 心想 现在既然把纸人当做自己的媳妇 干脆和媳妇来一个血脉相连 用自己的血染红纸人的嘴唇 想到这里 纸人一下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头 这时候他心里只有爱 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等血滴出来之后 扎纸匠用自己的鲜血 给纸人涂红唇 费了好些功夫 扎纸匠终于给纸媳妇涂好了红唇 扎纸匠的纸媳妇 有了眼珠子和涂红了的嘴唇之后 看上去和活人差不多了 他对纸媳妇无限的恋爱 每一天都是相拥而免 渐渐的 他发现 纸媳妇嘴唇上的红色 每隔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 红颜料根本就涂不上去 只有用自己的血才能给纸人媳妇 涂上鲜艳的红色 还有就是 那纸人媳妇的眼睛 有了灵气 其实扎纸匠自从有了纸媳妇 就把对媳妇的思念之情 转移到了纸媳妇的身上 每天都看自己的纸媳妇 他渐渐的发现 纸媳妇的眼睛变得清澈起来 有时候会随着自己的移动 而转动眼珠子 无论在哪个方向看纸媳妇 那双眼睛都盯着自己 这个发现让扎纸匠心动不已 他更加疼爱自己的纸媳妇了 把纸媳妇当成了自己的命根子 他给床加上布帘子 任何人都不许看一眼 本来日子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的 扎纸匠和一个纸人生活在一起的秘密 不会有人知道 可慢慢的 纸人有了变化 那就是他的嘴唇越来越红了 不再需要自己的血染 一样红颜如火 还有啊 就是在纸人的嘴角 偶尔会出现点鸡毛 纸人看上去更像活人了 扎纸匠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扎纸匠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基本不和周围接触 让自己的小院成了一个孤岛 这时周围邻居家出事了 大家都说自己的鸡被什么东西咬死了 那个东西还只喝血不吃肉 咬死鸡之后 把鸡的脖子拧过来 耗掉鸡脖子上的鸡毛 看喝完血之后 还把鸡整齐地放在那里 这显然不是野处所为 有人传言 说是看见一个红衣僵尸 把鸡咬死的 那个红衣僵尸要是再继续下去 早晚会成精喝人喜 这一时弄得人心惶惶 大家人人自危 纷纷商议着怎么抓住僵尸 这时装上一个见识最多的老头 说自己有办法抓住僵尸 扎纸匠对抓僵尸是没有兴趣的 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陪自己的纸媳妇 有一天天还刚刚亮 就有人砸扎纸匠的门 扎纸匠起来一开门 门口的人一下子 涌进了扎纸匠的家里 眼睛死死地盯着扎纸匠 那眼神都冒出了火花 当然是愤怒的火花 扎纸匠问大伙是怎么回事 那些人都七嘴八舌地说 怪不得扎纸匠从来不关心鸡尾咬死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因为扎纸匠自己咬死的鸡啊 乡下喂几只鸡可不容易 被咬死了自然是不会放过扎纸匠的 大伙嚷着让扎纸匠赔偿 扎纸匠一听 糊涂了 赶紧身边说自己不可能去咬死鸡啊 可能是误会了 这时有人指着地上的白脚印说 你说你没有咬死大家伙的鸡 可你看看你的屋里 怎么会有石灰白脚印啊 原来这是那个见多识广的老头出的主意 老头说想要抓住僵尸 就先得让僵尸现行 他让大家伙在各个路口上都撒上石灰面 然后退回自己家 不要留下脚印 僵尸不同于鬼 是有重量的 他只要走过石灰 就会留下脚印 第二天顺着脚印找 就能找到僵尸的老巢 然后趁着白天 僵尸不能动的时候 消灭僵尸 第二天 大伙一早就出门了 在自己家的门口 看有没有脚印 到最后发现 一行脚印 一直延伸到扎纸匠家里 大家一看脚印通往扎纸匠家 都不敢相信 但有人说 扎纸匠自从死了媳妇之后 就变得极为诡异 像是着了魔一样 这鸡极有可能 就是扎纸匠咬死的 于是 大家就来找扎纸匠 大家都指责 是扎纸匠做出的事情太出格了 咬死了大家的鸡 这时扎纸匠大声地说道 你们 完全是诬赖我 你们看看地上的脚印 可是我的脚印 地上的脚印 是三寸金莲 我家没有女眷 这脚印 和我没有关系 大伙这才想起 对脚印 一看 地上的脚印 是千千连足 完全不是男人的脚印 扎纸匠家里没有女眷 大伙人都知道 一时间 大伙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这时有人看到 脚印延伸到床前 就大声地说 那床上有人 肯定是床上的人 咬死了大家伙的鸡 哼 石灰夜 一直延伸到床上 你还有什么话说 哪个人这么一说 大伙都围了上去 没想到 扎纸匠挺老实的一个人 居然也会进屋藏胶 把一个咬死鸡的僵尸 藏在了床上 有人过去要掀开帘子 看看床上是不是僵尸 这时扎纸匠摸起了一把刀 拦在大伙跟前 他的眼睛都红了 说谁要是敢过去 惊动了媳妇 就和谁拼命 大伙都知道 扎纸匠的媳妇死了 这样一来 说明那扎纸匠的媳妇 已经成了可怕的僵尸了 大伙这回没有底了 他们都吓得往后退 恐怕帐子里的僵尸 跳出来伤人 一时间大伙议论纷纷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那个见多识广的老头 过去劝扎直将说 自果 僵尸就是三界外的产物 没有人性 一生只知道追逐鲜血 藏着僵尸 不但害了大家 也害了自己 僵尸没有人性 一旦成了气候 整个的庄子都可能完蛋 如今之际 用烈火焚烧 就可以斩草除根 老头这么一说 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就劝烧纸匠烧了僵尸 以绝后患 扎直将看到大伙误会了 就赶紧说 大伙误会了 我家没有僵尸 我媳妇 更没有变成僵尸 那个床上睡的是 我扎的纸媳妇 因为我放不下媳妇 于是我自己 就用纸扎了一个 你们想想 一个纸人 怎么可能咬死你们的鸡啊 事到如今呢 我就把纸人拿出来 给大伙看看 让大伙看清楚 不是我的纸媳妇 咬死了你们的鸡 说着话 扎直将走到了床前 拉开床帘子看了一眼 睡在床上的纸媳妇 此时纸媳妇正睁着双眼 看着自己 那双眼睛 似乎有无限的柔情 扎直将不想让大伙 看自己的纸媳妇 可事到如今 如果不让大家看的话 大家肯定会误会的 于是扎直将 走到自己的纸媳妇跟前 轻声地对媳妇说的 媳妇啊 大家都误会你了 我要把你抱起来 给大家看看 他们死了的鸡 和你没有关系 说着话 扎直将就去抱纸人 当他抱纸媳妇的时候 忽然愣住了 那纸媳妇比以前 沉了不少 纸媳妇是纸扎的 虽然骨架用的是木头 可多成自己最有数了 纸媳妇不吃不喝的 怎么会慢慢地变沉呢 难道 真的是纸媳妇吸了鸡血 储存在肚子里了 第二百九十九集 想到这里 扎直将一下子 打了一个冷战 赶紧对自己说不可能 扎直将在那里发愣 大家伙不干了 都嚷着让扎直将 把纸媳妇抱起来 让大家伙都看看 此时无论怎么样 都得抱起来 让大家看看 于是扎直将一咬牙 把纸人抱起来 竖在那里给大家看 大家一看纸人 都说是见鬼了 将是活了之类的话 胆小的都吓得撒腿就跑 几个胆子大的 也都吓得退到了门外 在那里战战兢兢地 看着屋里的纸人 屋里只有扎直将 和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老头果然见识广 在那里抚须 盯着那个纸人看 他看了一会儿 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嘴里嘟囔着 活的 活的 眼珠子还会动 咬你 是个妖孽 时间一长 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咱们的庄上 也要出一场浩计 说完之后 转头就走 扎直将一听老头有话 赶紧地拉住老头 让他把话说清楚 老头看看扎直将 对他说 你跟我出来 我自然会告诉你 说完 就在前面走 扎直将跟在身后 大伙一听老头有话有说 赶紧地都跟了过去 想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刚跟了几步 老头就发威了 对那些人说 你们不准跟着我们俩 谁要是跟着 别怪我老头翻脸无情 拐杖不长眼 老头是庄上的权威人物 大家伙一看老头是真的生气了 吓得都不敢跟过去 两个人到了无人处 扎直将 扎直将问老头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头瞪着眼睛说 怎么回事 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的那个纸人 现在已经成了妖孽了 装上的那些鸡是你那个纸人 跟媳妇喝的血 这样下去 你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纸人 怎么可能喝人血 怎么不可能 我虽然不会扎纸 但我知道你们的规矩 我问你 纸人能不能点眼睛 不能点眼睛 祖师说 纸人点了眼睛 就会活 啊 您是想告诉我 纸人现在是活的 我看纸人的眼睛能转动 嘴唇 红似血 不但是活的 而且 已经成了妖孽 你现在要不想死 就赶紧的烧掉纸人 一了百了 不 我不能把我的纸媳妇 一块烧了 他 他不可能咬死大家伙的鸡 糊涂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糊涂 你哪个纸人媳妇 现在能咬死鸡 有了导航之后 就能咬死人 到时候来无影去无踪 再想对付 可就完了 扎纸将听到这里 心里极度矛盾 他到了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 纸媳妇咬死的鸡 一切的证据都表明 那个纸媳妇 有很大的嫌疑 老头看扎纸将在犹豫 就对扎纸将说 俗话说得好 言见为实 耳听为虚 你若是不相信 今夜守在门外 等着你的纸媳妇出来 到时候 就知道那个纸人 是不是妖孽了 扎纸将一听 这个办法好 至少能让自己 知道事情的真相 如果不是自己的 纸媳妇咬死了鸡 那样的话 还可以还自己 纸媳妇一个清白 于是扎纸将就点头答应 老头早年闯荡江湖 知道的事情多 他对扎纸将说 那只人已经有了要性 跟人差不多的 你若是让他听到风声 晚上他绝对不会出来 所以 你回家之后 需要弄一个假象 装作若无其事 拿着家伙事 出去干活 才能骗过纸人 让纸人确信你不在家 到时候 他才会出去喝鸡血 如果那些鸡 都是纸人咬死的 你又一点都不知道 说明 纸人每一次出去 至少得子食以后 扎纸将点点头 老头又跟扎纸将说了一些话 就让扎纸将回家演戏去了 扎纸将回到家里之后 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纸媳妇 只见纸媳妇目光透彻 嘴角微微上扬 脸上柔情似水 扎纸将心里感到一阵内疚 觉得自己实在骗纸媳妇 可转眼一想 那样做至少可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于是 扎纸将故意在屋里自言自语地说 有一件急火 需要到主人家里坐 晚上不回来了 他还故意对纸人说 媳妇啊 我走了 今天晚上你自己睡啊 一定要看好家 说完 扎纸将就背着家伙事出了门 出了门 扎纸将在村口转了一圈 一转弯 就到了老头家 在老头家里睡起了大觉 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 老头叫来了两个年轻人 然后炒了几个小菜 弄了些烧酒 四个人就开始喝酒了 俗话说 酒壮俗人胆 喝到高兴出 老头就把晚上要做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并且说 如果是个软蛋 喝完酒就回家去 这件事以后谁也不会提 如果有胆子 酒和扎纸将一起去 两个年轻人都属于傻大胆 二愣子 听老头这么一说 都嚷得自己不是软蛋 接着 两个人吹起了牛了 说自己有多大胆 敢在坟子里睡觉 不怕什么鬼神精怪之类的话 老头笑着说 咬的就是你们这句话 今天晚上 你们守在街口 找地方藏起来 等那个指人出来 一般情况下 指人属阴 此时以后 阴气剩的时候就会出来 到时候 你们悄悄地跟着指人 看他想干什么 记住 无论你们发现了什么 都得明天早上再动手 千万不能在夜里 惊动指人 让指人察觉 一个年轻人问的 为什么不能晚上动手 老头说 知己知彼 白战白胜 第一 我们不知道指人的实力 你们卯然地出手 怕是要受指人伤害 第二 卯然动手 就会惊动指人 万一指人跑了 以后也就不好办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等到天亮 等阳气压果阴气 指人不能动的时候 咱们再对付指人 扎指将他们觉得有道理 就点头同意了 三个人喝了点酒 拿着些趁手的家伙事 就到离扎指将 不远的一个旧院子里 藏了起来 在短墙后堵着 这里正好能看见 扎指将家的大门 三个人藏在短墙后 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大门 眼睛都不眨一下 生怕错过了什么 一直等到很晚 扎指将家里 都没有什么动静 两个小伙子 等得不耐烦了 说要回去 不能再等下去了 就在这时 扎指将家里的大门 咔吱一下子打开了 从大门里造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扎指将一看那身影 当时就愣住了 那身影自己太熟悉了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纸媳妇 只见她的纸媳妇 出了大门之后 又转身关上大门 然后朝三个人的藏身之处 走了过去 指人毕竟是指人 走路的姿势怪异 手脚不能正常的弯曲 远远地看起来 身在一摇一摆的 十分诡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